一日凡刺住了一个人 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 来自沈阳的直播主杨毅哥 有着微轴优美响音 一开口就让全场观众赞叹不已 开吵那个不是你的人 你是不能寻笑的部分 我不会轻易转 怎么说 对 因为我觉得 他唱的就是 很温柔典雅 你有没有觉得他像王妃啊 风格独特 再度让导师们掀起抢人大战 却也依杨毅哥的主播身份 让王力宏验声好奇宝宝 他对于主播这件事 非常感兴趣 我怀疑他本来要想走主播这个 你叫我 你只要把手机充钱充够了就行 王力宏对杨毅哥问个不停 惹的一旁里中后 哈林频频吐槽他 刚才为什么转过来 我说你有王妃的影子 我不是说你模仿他 我知道 对 就是说你们是一类的 我一定要发现你 杨毅哥不请会唱 两千首歌 一天还能连唱 四十多首 实力坚强 也获得天皇 天后级导师们的青睐 选秀节目的抢学员大战 让观众默不转睛 记得姚家鼎里遇寒台北报道